我说实话 方圆其实还好 没有太就觉得说这事那么恐怖 我个人更觉得还好 我更没觉得 我觉得正常 我真的这么想 我女儿要15岁谈恋爱 我觉得正常 我不觉得要早恋 恋爱就是恋爱 她青春期然后懵懵懂懂 她情窦初开 我人是美好的 为什么要是 这个词就很混蛋 什么叫早恋 如果她还是把日记上锁 或者抽屉上锁 她不上锁我也不会看的 她就搁在桌上我也不会看 我绝不看 她的手机我也不会看 我永远不看 她有她的人生 我要让她能够有更好的人生 更好的未来 我要从现在开始交给她 这样做是对的 那样做是不对的 我自己都做成错的 她怎么能知道对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剧情里 其实你的角度也是非常反对 你看看她手机 看什么手机 你看有什么可看的 你知道能怎么样 比如你说 因为她给一男孩发短信说 我喜欢你 你能怎么着 你把她关起来 你把她腿打断 所以中国的很多教育 父母教育 就是很混蛋的逻辑 包括说早恋 这个词就很混蛋 什么叫早恋 我认为她情窦初开 十四五岁 人有了懵懵懂懂 对一个男孩喜欢 对一个女孩喜欢 这是正常 这是人本身就会有的一个最天然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应该提醒的往更好的健康的方向去引导 包括在性上面 对他们有一个好的教育 对不对 对 保护好自己 你们可以有适当的男孩女孩在一起玩 但是你们不要急于那么早去尝试性 对不对 如果你们真的要尝试性也要保护好自己 要安全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引导 你怎么打断她腿 说你早恋 然后引所有人来搞斗争批判 批判 这是混蛋 这就是非常混蛋 那如果女儿有秘密了 会觉得是 当然应该有了 应该有 当然你必须 你一个少女都没有秘密 你怎么过的少女这一段呢 对不对 谁没有秘密啊 当然要有那些秘密 而永远留存在她自己心里 是她心里最珍贵的财富 我永远不会去分享 对不对 这是每个人的 这是尊严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缺乏这个东西 对别人的尊重 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 我的父母也会离开我 这就是人生 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是个特别冷静的人 我特别的冷静 但是不代表我不难过 不代表我不伤感 不代表我不会用情 但是我看得清楚 人看得清楚这件事情 和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有感受是两件事 看得清也会有感受 看不清了也会没感受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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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